美国总统奥巴马绕过国会颁布行政命令 推出大规模移民改革计划 让近500万个符合条件的非法移民 可以合法居留和工作 共和党动言要对奥巴马采取法律行动 目前在美国的非法移民约有1100万人 奥巴马的移民改革计划 将让470万个非法移民受惠 不过奥巴马强调 这项计划并非要给予这群移民公民资格 也不是给予他们永久居留权 而是让他们可以继续留在美国和合法工作 许多在计划下受惠的移民聚集白宫外 对奥巴马表示感激 一些移民听到亲人被允许留下激动的流泪 不符合条件的则感到失望 不过学者指出 奥巴马的行政命令 无法根本改变移民法律 无法根本改变移民法律